包含就是说呢,我们上课的相关录影 那其实都会在那个论坛里面,各位可以看得到 那首先的话呢,上个礼拜的影片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也是重点回顾一下 那教学论坛里面的话呢 会有每次上课的一些相关记录啦 所以回去假设有一些细节部分 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再把影片稍微再回顾一下 再复习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里面大概有哪些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的 那上个星期的话呢 我们是第十次,今天第十一次上课啦 所以离那个课程的尾声其实还蛮近的 所以后面的话我们主要还是以那个 就是网页的部分的这个爬取资料为主啦 所以回去可以,各位可以试试看 后面有几个网站 包含像股市啦,像金融这个会市啦 或者是说一些这个网路上的,或者是像气象啦 PN2.5啦,或者是一些相关网站 那如果你想要把资料抓下来的话 那当然前提就是不要涂法链钢,那该怎么做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呢,基本上我们主要是利用那个有个范例 就是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那这个资料的话呢,以前的做法 如果你假设不会爬虫的话啦,那当然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在云端上有一个连结 那实际上就是可能我一个需求 我希望呢,把那个历年来的大乐透的那个开奖号码 做个统计 分析,大概知道一下到底哪些号码 是中奖几率最高的 那当然呢,我Google了一下 我发现有一个网站 这个乐透云其实里面就是有我要的资料啦 当然不是只有乐透云啦 其他你们也可以找一下 我发现其实网路上有太多类似像这样的网站 那我们要的资料实际上 就是根据它这个里面 那其实关键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向下卷动的话 最下面其实就有所有的页嘛 总共的话有就是68页啦 那当然它这边其实有几个参数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上方这个就网址列啦 那网址列部分的话可能大家注意一下 未来你们可能在爬取网路资料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网址列其实它的结构还蛮重要的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这样你要爬取资料也可能会相对有一些问题 那包含哪一些呢 包含就是说呢 这个是它的主机位置 OK 主机位置叫什么 Loto 然后 8.com 那后面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会有一个 就是后面的这个地方 我把它改成左手好了 OK 我把它改成一支笔好了 那这边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后面什么什么.asp 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它的 等于它的网页 那它这个.asp是一个动态网页技术啦 那也就是说了 你它 如果是htm的话 你没办法跟那个主机沟通 但是如果是像什么.asp 或点.aspx jsp php 等等的 那基本上可以跟主机沟通 那怎么跟它沟通 主要关键的地方 就是后面这边它会带一个参数 所以你会发现后面有个问号 问号后面的话就是参数名称 加上你要带什么参数 然后第1个参数在这里 第2个参数是end 所以你可以看到 indage page等于1 那如果我要第2页的话呢 那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indage page等于2嘛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是第1页嘛 它从最新的 12月6号 那就是昨天的开奖 记录在这里 开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然后再来就是礼拜 应该上个礼拜五吧 然后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那底下卷动的话 到第1页的话到8月26号 那如果你要第2页的话 当然你点这边一样 它其实也是indage page等于2啦 或者你直接在这上方去改它的UI 输入2也是一样 Enter 那你会发现它就会跳到第2页 那第2页就是8月23 意思类推啦 所以你可以藉由这个UI的变动 而取得不一样的资料 OK 然后一样啊 这边有个olderby 这个应该是排序的顺序 由新到旧 由旧到 那你可以改old就是变成相反 由旧到新 对 所以你改一个old好了 如果你改一个old 本来是new嘛 那当然 拆应该可以拆得出来 那这边的话呢就是 最旧的应该是2004 诶诶 2004 那应该是2004 因为我们现在应该是第2页 所以如果你把它切到index配等1的话 然后最旧的应该是 2004年的1月5号 也就是大乐透的那个第1期开奖的号码 OK 那当然了我们理论上我们前面都是用new的 所以我们这地方就不要改了 把它改new好了 OK 好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 未来假如说你在url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问号 然后后面可以带参数的话 那这种 跟主机互动的方式 一般我们有一个 一个名称 这个方式叫get 那get的话意思是说 我可以透过这个url的参数 去跟server之间做一个互动 那未来可能你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奇怪你也可以抓 这个跟主机互动 也可以跳跃 可以抓不同资料 但问题这边却没有任何的参数可以让你看到的话 那特别是有那种跟主机沟通的方式 那叫poser 如果是poser的话 那基本上特别是有它的参数是隐藏起来的 那有点像是你今天寄东西给别人一样啦 get的话就是你都看得到 有点像你写在信封上面 反正信封上面谁都可以看啦 是公开的 可是如果今天你写在信封里面包起来的话 那除非你要能够有权限 不然的话 你是不知道说里面到底写 这有点像pose 我把它放进信封里面的意思 但问题是哦 后面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练习题 就是类似的概念 你们待会其实可以再试试看 在下一个范例的话 其实就类似的 在03这个 外汇历史资料 那这边其实就有一个类似的 练习题 你们可以找到这个练习题 外汇资料里面的底下你们可以找到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的话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它的相关的参数 其实是隐藏起来的 那你们可以往下找到这个网站 叫做奇交所的那个外 外币汇率历史 这个网站的话 你把它点开来 那这个奇交所的 让你可以查那个外币啦 比如说美元 对台币啦 人民币对台币等等 这边多总共好像有10种 10种这个 这个汇率的栏位 那当然它上面是有一个可以让你变动的 比如说我想要查不同的时间 那当你按送出的话 它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我可以变动 像是今年的1月好了 比如说改成1月好了 然后到 差不多应该是10月份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改成10月好了 10月1号好了 OK 好 按送出 所以这个区间变动了 按下送出的话 那其实理论上 它资料会变动 所以你可以按送出 我看它能不能查这么久 它可以耶 OK 那你会发现 它得到的就是 从1月1号 那因为 因为1月1号应该礼拜天吧 1月2号应该礼拜 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从3号开始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资料了 那时候的汇率大概27 27.6 OK 然后一直到10月吧 10月初的话 你会发现到3031 那其实9月底就已经到31了 那到10月初 好像到32了 OK 你会发现 这个变动大概有10几% OK 那如果假设 我送出这个查询之后 理论上 以那个之前 类似那个大乐透的话 你就想 那我按送出之后 理论上应该 概念的话应该是在这边也要参数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没有一个问号 也没有带任何参数 可是问题它为什么可以变动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这种的一个 就是说跟主机互动的方式 那这个叫做Post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有带参数的 只是说它参数不让你知道啦 因为它可能有时候啦 尤其像 比如说你们常见的像帐号密码 你按Post 你按那个 登录的时候 它绝对不会秀在上面 如果秀在上面那就完蛋了 别人都知道你的帐号密码 所以如果像帐号密码 这种绝对用Post OK 然后呢 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这个是它的主机名称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网页名称 不过它 它后面没有副档名 可能它就是把那个 它的那个 用的技术把它隐藏起来 其实它运作方式也都雷同 那如果遇到Post的话 那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今天有要抓这个 资料的需求的话 其实是蛮常见的 所以将来可能抓网路资料的话 一般最多的是GET 但还是会遇到Post 可是遇到Post该怎么解决 那这个就是我们 下一个章节 我们要讨论的 OK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先跟各位预告 如果你们假如说有时间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当然了我在第三个单元 没有一下子就先切入这边 我是先抓一个 比较popular 有点像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的开放资料 因为它其实这个证交 这个 齐交所 它是有提供一个开放资料 不过这个开放资料 它是一个CSV档 然后这个CSV档 提供的资料 其实比较 也不是不完整 它提供的就是可能 最近一个月的这个资料而已 那如果你假如要更多资料 或者更完整 或者是制定范围的话 那恐怕还是要到那个刚刚的网站 如果你只要最近的话 最近一个月 那你可以抓这个 可是如果你是要更多资料或者其他区间的话 那可能你就是要用刚刚的那个 那可是刚刚那个网站 会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那这个后面我们再来谈 OK 所以呢上个星期部分的话 大概 针对我刚刚提的部分 针对我刚刚提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去抓这个大洛特例子资料 那主要是利用一个叫 Querie Table的物件 那这个Querie Table的物件 其实 它存在的时间还蛮久远的啦 因为 从最早的那个 很旧的版本 记得是 至少2003以前的版本 其实都是用这个Querie Table也都通用啦 那目前新的就是叫Queries 没有Tables 就是Queries Queries加S啦 OK Queries 那其实两者有什么差别 其实好像前面我一直强调啦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就是 Queries物件 它是 先抓到一个暂存区 变成一个类似虚拟的资料表 你再去用ListObject把它抓下来 但Querie Table是直接抓啦 所以我发现 这个的 第一个程式码也比较简单 那效率好像差不多 OK 我试过好像差不了多少 可是 至少啦 我觉得程式码会简易许多 那也许你们可以 如果假如有时间的话 不妨你可以把它改成用Queries 物件试试看 那我们当然上个礼拜是先下载一页 OK 那一页的话就是先抓这一个 然后再把这一个部分的参数 把它改成 E改成I 然后For I 等于1到68 那等于68页全部下 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还要放在你要放的位置 所以又多了一个R 这个R的参数就是 让它不断的往下 找到应该放的位置 OK 第一次放在E 那再来就向下追踪加E OK 所以这个的话程式码 上个礼拜应该这边云端都有啦 OK 这个地方就是稍微修改 主要是这个是抓一页 那要必须抓 加这个网页跟第几个table 那至于我怎么知道第几个table 那当然我上个礼拜有讲 你可以用Ctrl F 去寻找这个网页里面的标签啦 那这个标签部分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说 因为 我们如果用Chrome的染级器 它是已经帮我们解译啦 但实际上网页背后的语言 按右键检查一下 放这里好了 检查一下 实际上背后就是HTML 它帮你怎么样 帮你解析完之后 让你看到量 所以 我们其实要抓的是说 它是在这个网页里面的第几个table 然后我们得到是第五个啦 我怎么知道第五个 上礼拜有讲 你们可以在把影片上面看一下 Ctrl加F 然后你在这边打一个 小于符号 小于table的话 小于符号就是标签的开头 尾巴大于就是结束 不过我们只要小于table 大概就表示应该就是一个标签了 然后这个标签是table 里面的话总共有7个 所以这个网页有7个table 然后我们的第几个呢 你可以向下向下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第五个 所以这个是第五个table 那我们就把这个table的位置告诉他 他就帮我把这个table抓下来 那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实际上他是抓里面所有的这些标签啦 但是因为querytable蛮聪明的 他会自动帮我把你这些标签拿掉 有点像帮你解析 把里面的资料呢 通通抓过来 OK 所以得到的结果应该就类似像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先抓一页嘛 大概就先抓一页 然后抓全部的话的p4 p4的话就是把它改成回圈 所以全部抓下来 那就1到68页呢 就全部把它抓下来了 时间可能要run一下啦 所以这个地方 至少比你图法链刚快太多了 OK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们在解决就是说下载资料的那些 资料格式的问题啦 还有多余的资料要把它删除的问题 包含哪一些喔 那这个当然上礼拜都有讲啦 而且其实还蛮 蛮多地方可能要注意 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 要先把那个 日期的部分先删掉 所以日期 那当然 几个方法啦 当然你可以 跑个回圈 然后呢把 从第二列以下的这个列 就是比如往下应该是90几列吧 到这里 这一列删掉 有没有 那再往下 OK 逐一把不需要的列给删掉 第一个 然后 第二个的话就是 再把 这个日期 跟这个 这个年跟这个月日 把它合并在一起 然后让它可以是一个 正确的日期 因为现在日期这个 储存格里面只有放年 没有月日 不过你说老师 我只要年就好了 我月日不要 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啦 只是说如果你假设要精确的话 就是把这个年跟这个月日 并在一起 那不过其中有一个 一个地方是会出错的 就好像是那个 2008年的2月29号 那个那个 刚好它比较特别 每个其他都是长这样 就是其实当你要看喔 我是建议你看这个 里面实际上的 这个看到的结果是格式啦 所以格式它里面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你可以看到 它里面的话是按右键存的格式 它给的格式是这样子啦 有没有 月跟日 OK 所以你会看到只有月日 但实际上它有年 那我本来以为说 它这个年月日都是正确的 后来我发现 只有月日正确 那年不正确 因为年好像全部都2022 所以呢 变成说 比较正确的年在上面 所以把年跟月日合并在一起 那那个 那个什么 2月29可能要另外 所以我有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是2月29的话 那可能就是用 2月29的那种方式 把年跟月跟日合并在一起 这个部分请各位可以在 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说 在这个程式嘛 所以呢 最后就是 把这个合并 那最后 我是在这边再加入三个栏位 然后 就是在把这个 给 剖析开来 所以最后得到的 类似是长这样 就是 6个栏位 1到6号 然后把 刚刚的这个栏位 剖开来 放到这边 那就得到我们要的最后结果 OK 那所以啦 其实全部串在一起 等于就是 把刚刚的动作 逐一逐一的把它写成 一个一个的sub 所以 先批示下载大乐透 所以用call 那我这边多一个 叫大乐透下载2好了 OK 然后就删除日期列 然后再复制日期 再删除那个列 删除那个多余的列 然后并且增加那个中奖号码 就是这个 然后在 资料剖析 删除逼栏 那这样OK了 当然如果你要看细节的话啦 你可以在这边 设一个中断点 有没有 然后你就让让它 所以我按这个按钮 按下它 它就会先停在这边 那当然这个地方去call 这个的话意思是说 先把这边清除掉 然后呢 再把1到68页的资料先抓下来 OK 然后 你可以看到 资料就下来 再删除多余的这个日期列 那你会发现删除多余的日期列 它就一个一个去找 不过 这个地方的话 我后来试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写法 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啦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优化的话 可能可以想想看 是不是可以把它排序之后 再来删除 应该会快一点啦 不过目前看起来 倒也还好啦 没有说 完全不能接受的速度 然后再复制日期 复制日期 把它复制过去 等于是说 拿前面的年 加上下面这个储存格的月日 合并在一起 那只有一个储存格会发生错误 我记得好像是2008年的2月29 那个啦 其他都没问题 OK 然后再删除不要的列 删除不要的列 我是用排序完之后再删掉 然后增加6个号码 6个号码的话就是 从D1 然后 再让它 增加6个 然后并且把这一栏 剖析 剖析过来 然后并且 再做什么呢 把B栏删除的动作 OK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什么 得到 最后我们要的 所有历年来的号码 好 那我Ctrl向下看一下 总共的话呢 就是2036列资料 那简易 2035 OK 那如果我要统计的话 所以最后我希望得到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 就是 它的号码 它的几率 它的排名 然后呢 我希望列出前 前7名 最好 有把那个 VBA给做出来了 所以 最后的话呢 其实如果要做完 就今天要做的 所以今天的部分 请各位先把 上个礼拜 做到的位 的部分 先完成 就是 反正你 至少你要 有这个资料 然后再来 我们做排名 把那个前7名的资料 把它列出来 然后并且做 这个统计 统计最简单的方法 我建议是用定义名称 所以我们可以把游标放在B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那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也许叫 这个范围 也许我们把它称为叫大乐透好了 我看一下 B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这边的话叫大乐透 那也就是说呢 我在这个地方 大乐透 Enter一下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范围呢 以后呢 你就直接按F3 就可以存取这个范围 OK 那也就是说 利用定义名称 来解决跨工作表 的大范围 是最简单的 而且相对 如果将来你跟VBA结合的话 也会相对比较简单 那如果你说不做的话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说将来 你用公式或VBA 真的很麻烦 因为你还要有一个 工作表名称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 它的范围 而且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还要再 还要再加一个前的符号 锁那个位置 不然的话会出错 所以请各位 第一个 先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完成 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个范围 定义名称 叫做大乐透 那你假设 这个一定要正确 如果没正确后面 就会出错 名称方块这里 那怎么知道是否正确 其实你们可以从上方公式名称管理员 先检查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大乐透的一个名称 如果有OK 第一个 第二个检查一下这个范围 是否指的就是我现在指的这个范围 游标放在这里 哪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没错 金探号就是 等于是后面就是它的范围 B2到H的 2036 应该没错 那如果出错你要改没关系 你就把它选起来 重新选取 然后打个勾 这样又可以 变更的 OK 所以请各位 先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做完之后后面 我们就是 再来做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当然不外乎 最好就是说 把它算出几率 然后再来做排名 再来把最高的前期名列出来 那列出来除了几个方法 前期名哪些号码 你可以把它填颜色 清除颜色 填颜色的话 就底色加一下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 1号 2号 8号 OK 这几个号码 41 43 并且可以清除 但问题这样好像还是不方便 所以最后 我们干脆列个清单好了 所以把前期名列在这里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那个 最后的结果 不过 会有个地方 就是 他的 名次好像少一个 我是不是指向 指定外 我的那个 不过这个待会再来看好了 这个为什么 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少一个名次 主要原因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 Rank Rank.eq 他在排名的时候 第3名 你们可以找找看 好像应该是 有相同名次的时候 那就会出现问题 比如说如果同样的名次 像这个是 我看 排名 B2到B 排名是不是 有一样的话 就会出问题 OK 所以 对 你看这边有一个第2名 这边有个第2名 所以呢第2名如果重复的话 那就会出 出问题了 变成说呢 他先把第8号 放在这边了 然后呢 又向下找到又是一个 有没有 43 43 所以他把 这个8号给盖掉了 那 43 那个什么 原来的8号呢 就不见 所以底下就空下来 所以他变成第1名 第2名两个 然后第3 不是第3 就应该第4第5第6 所以他变成如果第2名两个 他就122 没有3 456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大概的需求 OK 那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再 先准备好 那待会的话 我们把那个大乐透后面的几率啦 那找出那个几率最高的 也许把它再延伸一下 试试看 对 对